2013年卷1B第一条 这条题目就说小明打算建立一个 有灼上电脑、有智能手机、有打印机的局部区域网络 就是一个内部的网络 下面就是一幅图显示到 最主要的硬件连接着这些三样东西 就是这个无线路由器 这里啦 你看到这个无线路由器 接着电脑 可以用Wi-Fi接着手机 另外Pinter向这里 接着A1部分 小明把打印机接着P而不是接着Q 接着问你的优缺点 哪里是P呢 P即是把打印机直接连接电脑 就是P这个位置 OK 而不是接着Q即是接着无线路由器 如果接着无线路由器 其他电脑可以透过这个无线路由器直接用到打印机 OK 那现在可不可以用到打印机呢 都可以 譬如智能手机 要首先把你要打印的工作呢 传去这个路由器 然后路由器呢 透过灼上电脑再传去打印机 都一样印到的喔 所以无论拨在P还是拨在Q呢 都一样提供到网络打印服务 OK 但为何我们通常应该是接着Q多一点 而不是接着P呢 所以先讲接着P的缺点 接着P的缺点就是呢 如果我们这部卓上电脑这部机 如果没有开到的话 那我们的打印的工作呢 就传送不到去P的P那里了 所以呢 这个缺点就是呢 卓上电脑需要开启在网络上 才可以使用这部打印机 那就是缺点啦 好了 那优点是什么呢 放在卓上电脑的旁边 那当然就是容易控制P的P 例如加纸 我们在电脑里做着 要加纸 要控制那个打印机就在旁边而已 就不用走去那个无线路由器那个位置 那里搞个Print了 那我们可以说它呢 因为那个位置较近的卓上电脑啦 所以较方便这个用户呢 控制或者调整个打印机 例如做加纸啊 做加密啊 都比较方便一些啦 好 第二部份 它说这个打印机呢 有WAM和有WAM OK 它说呢 打印一份文件的时候呢 WAM和WAM会储存些什么 那你要知道WAM和WAM用来做些什么啦 譬如如果在电脑上面的WAM和WAM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电脑里面那条WAM呢 用来暂存你正在做的资料 的程式 的数据 例如你现在在开那个Microsoft Work 那个WAM呢 就将Microsoft Work整个软件呢 抄了到WAM里面执行 你现在打的一份文件 那份文件的档案呢 也都暂时放在RAM那里执行 因为呢 RAM执行程式 全取速度是高过放在硬碟的 如果说我们下下在硬碟上面执行的话呢 那效能就很低的啦 所以呢 要将资料抄去RAM那里执行 暂存的而已 因为它是医电性 所以一断电 WAM里面的资料就没有了 那在电脑上面就是这样啦 电脑上面有RAM用来做什么的呢 RAM即是唯独记忆体 就在底板上面有一块晶片 就用来摆什么呢 摆一些开机的程序 当我们一开了电脑呢 它会检查硬件啦 检查有没有CPU 有没有RAM 有没有硬碟 诸如此类 检查你的硬碟 齐了啦 然后才交给那个操作系统 上场开机 所以它是检查了一些开机程序 检查的电脑的 那这个呢 就是电脑里面的RAM和ROM的功能 那如果摆了在一个打印机上 RAM和ROM的功能呢 其实都是类似的 刚刚它讲的 它是在打印一份文件 既然在打印一份文件呢 这份文件的档案 当然是暂存在RAM那里啦 所以RAM是暂存着 这个打印的文件档案 OK 好了 而ROM呢 跟这个电脑一样啦 ROM呢 就是用来储存这个打印机的开机程序 那用来做什么的呢 一开机的时候 可能要检查碳份啦 检查有没有指啦 检查网络状态等等 开机的时候要检查的开机程序 就是储存在这个ROM里面啦